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 哇呀哇 哇 没有我的妈 牙龄那没办法 哇哇天生就是牙龄怪 你们要觉得差距太大的 实在不行的话 你们就去打110 就说我欺骗 或者说什么都可以 没关系的 哇呀哇老师管律 晋级失恋 斗内难喊退钱 柴虎闺蜜 颜值好高 准备开始 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 哇呀哇呀哇 种什么样的种子 开什么样的花 中国湖北又叫老师黄老师 因为儿歌小小花园的歌词 哇呀哇太洗脑 加上甜美可爱的外表光红 粉丝突破700万 三场支部斗内 高达880万台币 斗 斗要干啥了 哎呀我的妈呀 在干啥呢 你们两个别比赛呀 我一定不忘初心 放得始终 谢谢三马给我送我大飞机 我自足 我很懂得自足的 我跟你说 挖咬挖老师的私生活 也被挖咬挖咬挖 素颜陆哥的澎湃影片流出 网友嫌他骨子脸颊缺牙 拿掉滤镜茶很大 绑上斗内男不完的男子 甚至很退钱 哎呀我的妈 面对执意声浪 黄老师澄清自己没整形 没批图 目前从事音乐教学超过七年 没有签约任何公司 没有专业团队 没有像网友所说的 赚了百万钱万 我背后没有强大的资本在 就我自己 就我一个人 然后摸爬滚打做到今天 只要跟我接触的人 都知道我非常好 有时候被黑了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哇哇哇的网友还发现 黄老师是2021年 开始拍摄网络影片 而且和闺蜜 是花瓜双人足 网友认为 黄老师的闺蜜 呱呱颜值不输女明星 闺蜜表达能力 抢你五倍 眼睛眉眉比你好看 耶牙龈那没办法 我天生就是牙龈怪 如果要是我是跳舞 或者是唱歌的 就是颜值主播 那还可以 但是我是教学啊 你们要是觉得 我的正脸跟我侧脸 要是有一点失望的话 那不好意思 我本来就是做教育的 你们要觉得差距太大的 实在不行的话 你们去打110 就说我欺骗 或者说什么都可以 没关系的 经得多大起的赞美 就经得起多大的诋毁 既然我选择来网络了 那我就要承受 因为我做不到人人都喜欢 挖不得了 今天绝对不挖了 今天天塌下来我都不挖了 我每次挖的时候 然后别人就喷我 就说 你只会挖吗 然后大家都不维护 我可是看到了 虽然黄老师黑粉不熟 但是挖呀挖模型之高 也出现各种版本的小小花园 小小的花园里 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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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小小的种子 看小小的花 用特别大的针在嘴里 扎呀扎呀 扎 用特别大的针子拔掉 特别大的鸭 在特别多的网购里 养它花呀花呀花 收特别多的快递 还让我去啦 在小小的 看上天 挖呀挖呀 这种小小的老子 六千万大的小爱花 用了以后成小杂话 就杂话呀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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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带来挖 近期黄老师上传新的儿歌 太阳高照 胡阿尔在笑 上传三天 目前已有三十二万人按赞 聊一神曲 再加一 爱扬高照 大爱在笑 跟我做操 拍蹦蹦跳 听一听 拍一拍 我每天早上记得 找我永远 那个挖呀挖老师吗 挖呀挖挖老师现身 被嫌还我嘉年华 文旅局长吉介维 无法化妆 挖呀挖 挖呀挖呀挖 挖呀挖呀挖 挖到谁过来啦 我说的一个 最近大夫人是什么 可以啊 没问题啊 你好好啊 还有美联啊 中国父辈的黄欣又叫老师 因为儿个小小花园 各自洗脑 被封为挖挖挖老师 结果人红是非多 部分网友认为 她的甜美外形 没了绿镜就攀入两人 心情受到影响的挖呀挖老师 16号发文表示 我本就是一个普通人 还是会坚持自己的初心和生活 继续做一名音乐老师 5月20号出席公益活动 共宣传家乡 她和当地文旅局长合体挖呀挖 但是评价相当两极 在牵连银杏的 在牵连银杏谷里 挖呀挖呀挖 开种 种生态文明的 种子 开 狐蟹共生的 挖 不挖了 再挖就完蛋了 有传言说 挖呀挖老师已辞职 转型经营社群 这回推广旅游 也被认为是专心为随州旅游带货 当天活动啊 她的招牌笑容全程在线 胸天男的外表依旧掀起热意 本遇到哥苦云在厕所 我送的十个嘉年华和火箭还给我 还一半也行呢 不过咧 也有网友缓家笑太用力了而已 表情管理都要被要求这么严格了吗 评论都是什么东西啊 未免对女性太苛刻了吧 对于网友的毒舌评论 文旅局长挑出来解围 透露挖呀挖老师 素颜出镜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严重呕吐导致憔悴也无法化妆 挖呀挖老师时候也表示 开滤镜也是想让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 在线下参加公益活动 我可以用苏妍大大方方和大家见面 其实呢也就是想把最真实的自己带给大家 笑都有错啊 我就是说我这个笑容害人吧 就善良一点 不要把我给我太丑了好吗 我这辈子就没有这么丑过 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去看我澄清吧 我现在的学校呢 它是一所民办 它是一个中国民办教育国际特色的学校 也是省内唯一一所IB 世界学校 我90后90后 如果你们像说83年了就过分了 难道我妈妈10岁就生傲吗 还请大家口下留情 嘴下留情 高抬贵手好吗 不哭啊 哭就会被录屏的 又自爆家门了 不能再呀 你们就是我隐形的翅膀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 既然到1000万很困难哦 但是 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到时候 大家就是邀请大家来湖北 对 看我的人 请大家吃饭 上课啦 挖瑶挖老师说 粉丝数突破一千万 将会举办线下见面会 5月27号直播 除了跟大家聊聊天 也开近藏连续唱了 好多首《回忆沙物》 你们就是我隐形的吃饭 我不哭啊 哭就会被录屏的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 我终于要想 用心凝望不害怕 那你会有梦就飞多远吧 隐形的翅膀 让梦很久比天长 留一个愿望 让自己想想 你写给我 我的第一首歌 你和我十指尽口 墨写前奏 可是那然后呢 还好我有 握着一首情歌 轻轻的 轻轻哼着 哭着笑着 我的天成地球 我的性格在现实生活中 就是比较少人家喜欢 然后不知道不啥 可能上次我又说错话了吧 从小没到大的那个事情 我都不敢说了 我不能开始直播时间太长 说多错多 我的牙天生少 天生少牙 没有特别的意思 我来看看 说实话 你要对着镜子一样 好好好没问题 这样 你知道我当时我爸爸他们他都是很笑着跟我说的 你还是不要这样笑了好不好 真的很重 妈妈八年后 80年的 那我妈比你妈小一岁 我妈79年的 又自爆家门了 不能这样 鼻子 真的 我都成这样了 我都已经丑成这样子了 还说我 别解我的图 别录我的视频 求求你们了 让我好好地说一下话吧 花是一点一点 谢谢大家呀 谢谢大家的支持 给我送的勇气 让我很变坚强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于是慢慢发现 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 多值得纪念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们都笑得很甜 一切 一切 情歌在一层前 穿上我的鞋 闭上我的包 现在黄老师要下不了 拜拜呀呀 拜拜呀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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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石呀 现在又 现在又 下不了 和我长梦里所梦的太远 愿于所愿的永远 走你所造的城路 这样的爱你呀 我也将建立为建的世界 写你为写的诗篇 天天的月心中的年 你又在我身边 与你相约一身清晨 如你年轻的年 这都已有那么多人 谢谢大家给我送的支持 超级感谢大家 黄老师一定会努力的 天塌下来 我也不会倒